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Felisha我是Ethan如果大家要是看我们的标题和我们的Thumbnail大家就可以猜出来我们今天有个非常棒的嘉宾 然后我也感觉到特别的高兴对重量级对然后我从来没想到有一天会跟这样的嘉宾连上线对好酷因为他是帮助我更认识圣经的一个人然后我觉得他讲的东西实在是太好然后同时也给我很多人身上面的警惕对啊而且他也长得很帅然后他他就是也很有风度是吧对 对我说是实话吧对所以你遇过他马上就遇到了哈哈哈那他是这个Felisha这个交男朋友还有未来老公的一个这个标准 那我觉得这样的标准很好对也大部分的女生应该都会设置这样的标准吧我觉得对那今天呢就希望啊我们邀请到他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讨论讨论在这个末后的时代里面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能够做什么包括现在发生的一些事情我们都要怎么看 好那欢迎DK哈喽David哈喽Eason还有女主持人Felisha还有各位观众大家好那在这边呢我们准备了几个问题哈那你要不要先来问一下你的问题我觉得你这个第一个问题真的是蛮重要的OK好就是其实大概在两千多年前开始每一代基督徒都认为自己是最后一代每一个都是无花果的那个我也觉得我觉得每一个人 大家到每一代都经历非常糟糕然后很大的动荡的时候大家就把圣经拿来看然后就说哎呀无花果的世代就是我们啦对对对那这不只是我们上一辈而已初代教会他们就已经觉得说可能耶稣过两年就回来了然后14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17世纪的耶和华见证人他们隔几年就来说一次就是耶稣要回来了之类的然后一战二战每一个都说自己是最后的时代 那我最喜欢你的这个影片的系列就是叫做最后的时代说真的我们现在的情况真的也是非常的不乐观那请问我们真的是最后时代的基督徒吗那我们要怎么确认呢那很高兴能够透过这样的一个网路视讯跟大家分享我自己的看法那当然我的频道就是叫做最后世代嘛那当初我会定这样的一个题目我当然是真的认为我们就是最后的世代 那我当然也是基于你刚才也提到无花果树因为主耶稣不是有一次跟一些门徒吗他们经过了一棵无花果树然后就发现它上面是没有结任何的果子的结果主耶稣就咒诅那棵树那棵树之后就枯干了后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做了另外一个预言就是说当你看到这个无花果树重新发嫩长叶的时候 你就知道这一切的事情尽了而且在这个世代都还没有过去之前都要发生所以我是基于这一段经文对照现在所发生的种种事情我我拟出一个结论我们这个世代应该就是最后的世代怎么说呢因为无花果那个时候没有结果子当主耶稣第一次出现在以色列的时候无花果的代表以色列人那个时候的犹太人他们没有ready没有预备好 自己所以没有结果子所以主耶稣来了什么都没有给他但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他24章的时候他又说我读下经文好了我刚刚找出来你们可以从无花果树学个比方当树枝发嫩长叶的时候你们就知道夏天静了这样你们看见这一切的事也该知道人子静了正在门口了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世代还没有过去这些事情都要成就所以我们知道从以色列 已经亡国南国北国亡国2500年之后居然在1948年复国了其实这就应验了圣经其中一个预言就是神要重新在招聚以色列人回到他们的本家嘛他们的应许之地 那从1948年至今也已经有74年还75年了对不对那主耶稣不是说吗这个世代都还没有过去这些事情都要成就所以我们从圣经来看一个世代大概是多少年 诗篇的九十十这里我们可以看见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强壮的话可以到八十所以我们大概用用这个range去推算的话七十到八十中间有十年的落差嘛那如果以色列就是无花果树 他重新发生长了他重新发生长了他重新发生长了 至今也超过了七十年对不对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到八十嘛所以我就推算说我们现在就是属于这个最后的世代了 因为无花果他真的是重新发生长叶了你说可能他们之前也有不断的有预言说什么主耶稣要回来了 可是那个时候以色列是不是还没有复国呢 对不对我是以色列复国之后来做这样的一个推算用经文去对照 当然不能光用这段经文了我们还是要看目前整个局势所发生的所有事情 去做一个看看特别吻合就好比说现在马太福音同样是马太福音24章那些门徒就问主耶稣说 你来之前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主耶稣就告诉他们他来之前主耶稣在回来之前会有的一些兆头 那这些兆头是什么呢 马太福音这里24章有说嘛你们要听见打仗还有打仗的风声 我们现在到处听见有打仗的风声 在中国这里台湾这里有听见打仗的风声 中东有打仗的风声很多地方他甚至还开始打了乌俄战争已经开始打了 然后北韩那边也有打仗的风声 然后这里又说了门要攻打民嘛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 这些都是灾难的起头而且原文是做生产之难 如果你看英文的圣经圣经英文版KJV不只提到饥荒地震 他还提到了瘟疫只是和和本没有把瘟疫摆进去 那其实这些对照我们今天现在所发生的所有事情 其实全部都正在发生当中 而且主耶稣他是用生产之难 意思就是说他比喻这就像是一个妇人 他即将要生小孩临盆了 那当你越接近要生之前 你这个症痛一定是越来越密集 而且是越来越痛的 所以我观察现在应该就是属于这个产前的一个症痛期 已经逼近那个要生出来的那一刻了 叫做产难 那产难我推估应该就是最后的七年大灾难 哇 这回答的非常详细 对但是我觉得也更是一个提醒吧 就是让我们真的知道说时候特别特别近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其实也知道说幕后的时候很近 但是有的时候还会想说 哦是真的还是假的 有的时候会真的疑惑一下 我知道你对美国的很多政治局势 你也特别有关注嘛 你知道像美国的很多教会 我们还是说说我们要政教分离 就是不要去管这些东西 也不要去讲这些东西 哪怕说你可以投票去否决说 我们不想要堕胎或者怎么怎么样的这种东西 那如果要是说现在幕后逐渐逼近的时刻 你觉得基督徒在这方面是不是应该做一些什么 很多人就想说那我们干脆讨评算了 反正主耶稣都快回来了 你就等着吧 现在就吃好喝好是吧 吃一吃然后天天祷告 你就等着耶稣回来就行了 基本上大概什么时候这个东西也不要做 所以你对这个观点的看法是什么 我们的神是最讨厌懒惰的人 所以基本上我们基督徒 我们应该要尽我们自己的本分 那投票本来就是你身为美国公民的一个权利 你为什么要放弃自己投票的权利呢 更何况圣经的许多的例子像是但以里约瑟 他们都有参政 他们都是在辅佐这个王去做正确的决定 所以基督徒如果能够影响在政坛有影响 当然是我认为是必要的 但是以现在的趋势来看 整个价值观的走向 当然是非常的艰难 即便在政坛里面他们要有多大的影响力 我想也是非常的有限 毕竟我们已经走到了末世的末端了 整个价值观已经偏向就是说很撕裂了 我觉得美国就是非常撕裂的一个状态 而且非常的明显 所以我常常会举美国作为一个例子 因为美国是以基督教义立国的 而且他的历史也就两百多年 我们可以看到他整个崛起成为世界的强国 那现在因为又开始有这种敌基督的势力也进入了 从欧巴马开始就越来越明显 一直到今天 我们也看到美国的国力是在衰败当中 整个就是民攻打民国攻打国的那种 这种气势已经出来了 所以我当然是觉得美国是很可惜 但是这也让我看见了 其实圣经就是一个镜子 你像猎王纪我们看看下来 其实以前所发生的事情 现在也在发生 就是当一个以色列人那个时候 想要神的帮助的时候 他们就会很尽前身 就帮助他们 那个王很好的话 这个国家就会起来 但是后来这个王如果偏行几路的时候 这个国家又会下去 就是这样子反反复复 这历史一直在重演 直到了我们看到了大英帝国也是 对吧 西班牙也是 你现在到欧洲那些教堂都是给人家参观的 或者是变成了穆斯林在用的 也就是说他们曾经辉煌过 信仰是辉煌过的 但是后来他们就不要信仰了 美国也是同样的事情正在发生当中 他们开始不要信仰了 所以他自然这个国家就会慢慢衰败下来 所以这就是我看到了 日光之下没有心事了 那我今天刚好写了一个新闻 很多穆斯林开始跟基督徒一起合起来 然后去校董会抗议 然后开始去做这些事情说 我们要传统的价值观 我们要婚姻一男一女 然后我们应该要男人就是男人女人就是女人 就连摩门教也是这个样子 穆斯林 然后很多有些佛教徒也去参加 就是很多就是有保守派的理念的这些人 都在这个里面 那你觉得这样子的联盟是好的吗 就是基督徒如果跟这样子的联盟在一起 然后去抗议这些事情的话 不以宗教来看 就是这就是一般的美国公民 你找到了一群人有同样的理念 你也可以用这种角度去看 就是说我们是保守理念的一群美国人 那当然你可以去做你们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对不对 但是以宗教联盟在一起 会让大家有一种误解 我们基督教是不是跟他们有点 有点变得像天主教那种概念 他想要搞宗教大头 所以这个可能就是要跟他们说明清楚 我们就是在保守的理念上面是一致的 就是有一种敌人的敌人 就是我们的朋友的概念 那从这个2020年大选 美国总统大选开始 就有很多不同的先知 然后你之前有做过一些影片 就是说这些先知要出来道歉了 大选之后的时候 对对对 你看我们多忠实的粉丝 你哪一期什么时候做的说什么的 我们都知道 希望今天早上我不要脑袋不清楚说错话 我太早了 我现在凌晨5点多 没关系说错了 我们给你剪掉 放心 我剪 你问吧 没事 就是说现在有很多美国的先知 他们就在讲说 已经那个启示录里面七个封印 已经开到第几个了 然后呢 第几印第几印 然后什么羔羊已经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讲的头头是道这个样子 那现在很多就很不确定 就是到底现在真的是 启示录真的在封印解开当中吗 还是说现在还没有开始呢 OK那那你问到两个问题 我先回答第一部分 就是你说先知的部分 基督徒绝对是可以去支持 你自己想要支持的某某政党 你如果能够提出你自己支持的理由吗 像川普很多基督徒会支持 因为川普是支持保守 这一边的 而且他也支持 川普本身也支持基督徒的 几乎所有事情 那很自然的 我们大家都会倾向于支持川普 那川普也不是什么完美的人啊 当然很多人就会因此去攻击他说 他不完美的这一部分 但这我们就先撇开不讲 我们就讲 川普是一个保守派的人 他支持基督徒的理念 所以在上一次的总统大选 大家就会去支持川普 我觉得基督徒可以说 我支持川普因为怎样怎样 因为他反堕胎 因为他支持了许多圣经的理念 我觉得这样是可以的 但是你如果用神的名义说 神告诉我 川普这一次一定会当选 那你就是把自己 摆在一个先知的位分上面 对不对 因为是神告诉你的嘛 神告诉你的话 那就不会出错啊 那如果到时候这件事情没有发生 他不就证明 他自己是个假先知吗 他那个听到的声音 就绝对不是来自于圣灵 所以像这样的一个 所谓的基督徒 他不悔改 那他就很危险了 所以我才会在影片当中 我说劝告说这些 你们真的要认真的悔改 而且我也可以预知 下一次的总统大选 若是川普又要出来竞选的话 一定又会有许许多多 这些先知又出来 他们又要开始发预言说 川普一定会怎样怎样 后续会有很多类似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说我们基督徒 上当过一次就不要上当第二次了 对不对 我们就是要 我们也要长进嘛 对不对 听了一大堆 然后又来一堆先知讲话 我们就是要好好去查验 对不对 怎么查验呢 你圣经没有办法去查验的嘛 那你就是用 那个时间来查验 你就看到到时候有没有当选嘛 这个人说的话 对不对嘛 即便说对了 他也不一定是真的先知 因为统计学也可以做出预估啊 我觉得川普的赢面很大 那我就压川普 对不对 反正就是五五波嘛 看你压哪一边 就是被你蒙中的几率也是有可能的 我认为没有那么多先知啦 其实很多事情 圣经都已经讲得非常清楚 而且很多圣经的这些预言 我们能够把它解开 其实我们就等于再发预言了 而且也足够了 整本圣经给我们是 我们不需要再需要其他的一些什么 先知的预言来告诉我们 太多事情 我们就按照圣经走下去就对了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我回答你第二个问题 就是那个 现在第几印的问题 传统来说 第一印是白马骑士 白马骑士传统的说法 最多的说法就是敌基督 因为白色的马代表是胜利的姿态 因为这匹马出来他是带着冠冕 而他胜了又要胜 表示他好像就像是迪西都一样 他出来会一开始给人家一个假象 他是一个和平的使者 到处跟人家签和平的条约 然后好像大家都非常的欢迎他 所以他胜了又要胜 但是现在我们回过头来 检视这段经文 如果套在新冠疫情 似乎好像也套得上去 对不对 你如果看现在我们这个 这个新冠的疫情 有个冠冕嘛 新冠 corona 对不对 就是crown 就是一个冠冕的意思 而且他胜了又要胜 他确实他攻下了全世界 只要有人类的地方 都逃不过这个疫情 而且他克服了一年四季 任何温度对他也没有什么影响 而且他胜了第一次 他攻下了全世界之后 我们人类也发明了疫苗 但是没有用 他再把你攻下全世界第二次 对不对 所以你这样子去套这段经文 跟现在所发生的新冠疫情 好像是可以套得进去 那怎么样去验证 这个到底是不是呢 我们不清楚嘛 所以我们要从第二匹马 来验证第一匹马 是不是真的 第二匹马是红马 红马是战争 果然现在不是乌俄战争也开打了 那现在听起来 是不是又好像有点像了 对不对 红马也出来了 现在战争也开始了 那下一匹是什么呢 红马之后是黑马 黑马是饥荒吧 对不对 食物不够了嘛 这个可能性是非常大的 因为你战争一定会带来一些 像他们说乌克啦 那边不是出产什么百分之不知道多少 有人说三成 有人说百分之八 那个小麦还有大麦 对吧 那受到了这个影响之后 他们没有办法出口嘛 很多国家就有粮荒的问题 欧洲会有粮荒 而且欧洲和中国去年不是有那个水患 那今年又是旱灾 他们整个是欠收的 在欧洲和中国我们的都看到非常明显有这样的现象出现 所以这个也会导致饥荒 慢慢的这个会让我们看见出来 那虽然我们会说那个乌克兰 他只控制了可能百分之三成好了 三成的小麦还有大麦 那也就是说还有七成是不受影响 那可是你们要知道 很多有钱的国家 他们就会去抢这些资源的 对不对 像有钱人会囤积嘛 对不对 你比较有钱 那我就大量买大量买囤起来 这样就这个数字就不会是只有所谓的三成 他会马上可能飙高到四成四成多 或者是接近五成 那就真的不得了了 这样子就分配不均匀了 穷人就吃不到食物了 因为都被有钱的国家 有钱人买走了 所以这个饥荒是有可能也会发生的 所以到底这四批嘛 对不对 当然第四批还没出来 第四批当然就是综合前面三批码的所有 综合在一起 就是第四批 那我们必须要从后面的码去验证前面那批码 到底是不是已经出来了 我觉得这样会比较精准 所以到现在我都不敢说 第一批码是不是新冠疫情 还是传统的说法是敌基督 观察当中 我觉得很有道理 因为我最近也在读这个东西 他说荷兰他们不准farmers去那要什么耕种 因为他们不符合那个什么规定 然后Bill Gates在那个Wyoming 还有Bill Gates是美国这边有最多农地的一个人 他不种东西 然后也不养东西 然后搞了一个beyond meat 就是拿大豆做假肉的那个东西 就是这一切就非常非常的特殊 我从来没有想过用新冠肺炎这个东西来当成是第一批码 对没有想过 世界是非常非常杂乱的 那包括我们的教会 之前有一个人就讲过 就说The society is the report card of the church 就是社会是教会的成绩单 社会会怎样就是因为教会没有搞好 那我们的现在的教会真的就是非常的杂乱 有很多教会会开始说自己是很开明的 很多元的很先进的 而且他们的神是有爱的 因为他们支持LGBTQ 然后支持巴勒斯坦建国 支持变性人 支持儿童性教育 然后变装狂后还可以当牧师 特别奇怪 就是而且还是尽性会 还不是一个什么 哪里出来的一个异端之类的 那对于这些极度偏离圣经的教会 我们能做什么吗 我们能去就有这个样子的一个抵抗吗 因为他们真的就是在让人跌倒当中 教会必须是无强的没有错 所有人都一定要能够很自由的进来 那我们接待所有人 包括你说的LGBT或者是任何任何的人 我们都接待 但是犯罪的行为我们不接纳的 牧师必须要有很正确的教导 圣经的教导 我们不是要去谴责谁 但是我们必须要把话说清楚 对不对 那我们就是求圣灵能够感动 在所有的这个教会里面的每一位会众 我们相信神会去引导他 会去改变他 你不能因为迎合某些族群 而有些话你就不说 这是现在很多普遍的现象 我发现台湾也是有这样的教会 他们就是可能是年轻人的教会 那年轻人就很喜欢做某些事情 他就根本就不去讲这个议题 或者是觉得说这个也无所谓 对不对 他觉得说这是比较不重要的一个 当然就是无所谓 但是我觉得正确教导还是要有啦 因为这是个 所有的错都是从一个小错开始 对不对 你在小的事上不忠心 你在大的事上也不会忠心的 这就是圣经的教导 所以就是从最小的事情 你就看他是怎么去做教导的 你就可以知道这个人 是可不可以信任的 所以对那些教会 当然我们除了要有正确的教导 也要劝告他们吧 就是说 我相信会众也要为那些牧者来祷告 为他们带祷 我相信每一个人他不是立刻就挪移帐篷的 他一定是有很多很多的迹象 慢慢挪移的 没有人一步到位的啦 所以在这些迹象当中 其实他的会众是比较那些资深的基督徒 看见有问题的他们必须要私下的去沟通 去跟他们这些长老啦牧师啦沟通 对不对 用私下的方式 要给对方留颜面的方式 而不是当面去谴责 当面谴责已经是他完全走偏了 那已经是来不及到后端 其他YouTuber就当面谴责你了 对不对 美国还是有很多 就是正派的基督徒是没有问题的 美国还是有基督徒在守住最后一道防线的 只是说当然现在很多年轻人 因为他们可能不太读圣经 所以他根本搞不清楚 圣经到底在说什么 就变成说他用自己的想法去定义这位神 那我们现在我们能做什么 就像你在做一个末后的时代 然后我们在做AI news 然后想要传达正确的价值观 我们想要就是翻转 我们这个世代的文化价值观 来翻转这个时代 那一般的基督徒可以做什么事情 来去抵御现在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 我觉得像我们当然是透过网路 这个媒体去做宣传 那一般基督徒如果不走网路的话 他当然就是在他有影响力的这个范围 在他所在之处嘛 他能够影响到他周围的人 对不对 先跟他们交朋友 这是基本的 如果不是朋友你就没有影响力 对不对 所以我先先要先要跟所有人 都是成为一个朋友的关系 那慢慢才能够传达你自己 想要告诉他们的这样的一个 正确的价值观嘛 如果连朋友都不是 我突然间跟你讲很多很多 他根本不用理你啊 甚至可能还会变成吵架 变成对立 那在这个主快回来之前的这个日子里面 我们要怎么接下来 好好的预备我们自己呢 我记得之前你有一集影片里面说 多吃点海鲜吧 有些那个海 那个海滚了之后 什么虾鱼都没得吃了 独圣经还是有好处的 到什么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就可以去做该做的事情 像那个第三号 第三号我们知道 那个三分之一的海水被污染了 海鲜自然很多都不能吃了 所以在第二号的时候 就是要去抢吃海鲜的时候 我那时候是开玩笑 跟大家这样分享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还有一个 我要跟大家分享 就是最后补充一下 我刚忘记跟大家说 我认为在主耶稣回来之前 很有可能会先打一场 哥哥马哥的战役 对哥哥马哥其实在圣经有两处提到 一个是千禧年之前 一个是千禧年之后 那我现在说的是 当然是千禧年之前的这一场 那我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在这场战役啊 那个经文里面有提到 以色列光要清理这个战场 是需要用七年的时间 所以而且全世界会看见 神的作为在这一场战争当中 所以那个时候这个世界已经无可推诿 没有人可以说这个世界上没有神 因为太明显了 这是神出手在救以色列 对不对 而且现在可能会参与攻打 以色列的这些国家 似乎也都浮出台面 而且都有联盟的一个迹象 像是土耳其 很多人说俄罗斯也在里面 然后伊朗是绝对在里面的 那这些都我们看见他们实质 也是在做一个联盟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他们为什么要打以色列呢 圣经其实有说在 以西节书的38章12节 大家有时间可以继续找经文 他说他们是为了要抢以色列的资源 对不对 以色列有什么资源 以色列有挖到 最近挖到了天然气 现在天然气是 那个俄罗斯不是攻击整个欧洲吗 对不对 那天然气只要一关 或者是被 据说被美国人炸掉什么之类的 然后欧洲就没有天然气了 那现在如果以色列又有天然气的时候 那是不是就会让许多 已经有天然气的这些国家 视为是一种威胁呢 因为他不是独家了嘛 变成他有其他的管道可以提供 别的国家可以从其他管道拿到这些天然气 所以这是一个可能性 大家可以自己上网去查这个新闻 就以色列已经找到了天然气 所以我觉得哥哥马哥战役 有可能也会 如果真的是红马 红马出来了 那这个红马可能会一路延烧到这场战争 那最后一个问题我想问的 就是我们当基督徒一直在讨论 就是里面那个大淫妇到底是谁 有的时候说是天主教 然后有的时候说是中国 然后红龙啊什么的 那因为我自己是美国人 我最不想要的就是美国就是大淫妇 但是看现在的新闻还有各方面 还有就是从加州这边出去的这个LGBT 这样议程这些东西 我真的自己我都想要确认 确定我自己我自己都觉得说 好像美国就是这个大淫妇了 那你可不可以 给我们看一下你的 告诉我们一下你的观点 你觉得 美国是大淫妇吗 美国的纽约 因为有联合国在那一边 我觉得它很像是大巴比伦城 但是你要知道 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系统 是整个狄基督的国 有大巴比伦城里面有大淫妇 对不对 这都是要在启示录里面 它是要对照 就是我们我们是新天新地嘛 然后我们是新妇嘛 那大淫妇它自然是一个 他原本是是一个妇人嘛 可能是新妇 他一定是做了这种 背叛丈夫的事情 才会变成淫妇嘛 所以我的看法一直锁定 这个大淫妇的这个头头 就是罗马天主教 因为你要看他们的所有的行为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了 从从做那些雕像 他们把十届第二届给改了 对不对 第二届就说 你不要做任何的形象 不要做雕像 对不对 他把它删掉 删掉第二节 然后他把那个 我们一般的第九节 第十节 他拆成两条 所以看起来他也是十条 但是他跟我们 就是基督信仰 圣经里面的十条 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们就是要拜雕刻偶像 现在他们又做什么 去跟全世界的宗教信仰 去认同大家的神 认同大家的神 就是他的神 对不对 他说阿拉真的就是他的神 他真的就是这样讲 他讲那个印度教的那个 梵天 就是他的神 就是同一位神 大家信的神 其实都是同一位 只是神在不同的宗教 又不同的形式显现给他们看 他推翻耶稣是唯一的道路 对不对 他推翻了圣经 太多太多的经文了 那我们从圣经我们去看 所有那些以色列人 只要去拜偶像 去跟异教结盟的 都是犯奸淫 他们都是在与异教行淫 对不对 那天主教不就是正在 跟异教行淫当中吗 那这个原本是心腹的 到处在跟异教徒行淫 那不就成了淫妇吗 而且他又想要做这个世界上最大的 这个头宗教的领袖 那他不就是大淫妇吗 所以我想天主教他逃脱不开 这个他是启示录17章 说的那个大淫妇 他逃脱不了的 因为他做的太明显 Yeah It's amazing Yeah Yeah 他话平常很多的 他话平常 吉利瓜讲过 我在听啊 我在认真听啊 我在学习啊 是吗 还是你今天太 不是 他今天太紧张 还怎样看到你 我很开心 我今天真的很开心 感谢你这么早起 然后还跟我们在这边录节目 我相信我们观众 看到他出现在我们频道 也很开心吧 我觉得我们观众 一定有很多都是你的粉丝 对 我希望我频道的人 都来支持你们的频道 因为你们真的是很好 很正派 我都说真心话 真的 哇哦 从一开始我就订阅你们啊 那个Ethan自己 还有你跟你妻子 另外一个频道 哇哦 他都知道 非常荣幸能够上到你们的节目 每次看你的节目 我每次就是在睡觉 就放在那个枕头旁边 这样子放 就这样他讲 讲之后 我睡不着 拿起来看 然后拿一个警官 你看他的节目 可以在睡觉的时候看 我想说在睡觉的时候 因为平常小孩很吵 所以说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 一看就这样拿起来看 就是哦天哪 这好严重哦 没有 我觉得看他节目 没有办法平静的 哦对 就而且你脑袋一直要跟着想 对 我觉得是非常affrontive 非常感谢你 让我学到那个很多圣经方面的东西 然后我会觉得说 哎这人怎么那么厉害啊 对 真的 我那一集 我记得最清楚了 就是我才好像第一次看 然后就说 起初跟太初 起初什么 太初什么 我一听我讲 哦 原来是这样 那之前从来每天跟我讲过 但是你讲了之后 然后我就从那天开始 我就天天看 那你要多上一天主日学 OK 归荣耀与神啊 因为我用的其实都是圣经而已 我的频道其实唯一的特色 就是我大量用圣经 就是神自己传他自己的福音 那是最好的 对 那可不可以问一下 你信主多少年 你什么时候开始信主的 2007年信主的 20072008那个时候 哦 我以为是什么基督徒世家 然后你已经是什么第二 我们前进的标杆吗 对 前进的标杆 感谢耶稣真的是 让你有这个感动 来去做这个频道 这是帮助到我刚信主的时候 也帮助到他刚信主的时候 然后 还帮助到我妈呀 对 你们在做的事情也是同样的 所以 感谢主 就是说在末世 神也会兴起这种 想要在网路传福音的 其实就是大家要用不同的 所有一起都要同时在做了 这个事情就可以做成 万事都要互相效力 最后一个要求 可不可以帮 请你帮我们祷告一下 然后我们再做节目 好 那我就为你们祷告 我眼睛闭起来为大家做祷告了 亲爱的天父 我们要感谢你 让我今天可以真的是与美国一起连线 然后可以 非常的荣幸参与这么好的一个AI News 由主持人Ethan还有Felicia 共同创办的 求主可以持续的引导他们前面的道路 带领他们知道下一个季节 要做什么样的事情 在适当的时候 要如何来荣耀神 他们要灵巧像蛇 寻粮像鸽子 他们不要犯罪 但是他们要勇敢为主做更大的事情 靠着圣灵加添更多的力量智慧能力 给他们能够在美国传扬你自己的话语 翻转最后世代 主耶稣恳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声明 阿们 阿们 那一会我们在自己再做结尾吧 辛苦你了 谢谢你 谢谢 晚安 拜拜 你要去吃早饭吗 呃还有一点点时间我可以去吃对 还好 拜拜 可以去吃吗 可以去吃吗 当然你要多吃一点呢 好好好好好 我去吃 哈哈哈哈 好了 好了拜拜伊森 拜拜菲利夏 各位观众拜拜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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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我看你这么烈嘴笑着 那我真的很开心 那就可以跟他脸道歉了 对 对啊 而且希望就是 我们以后可以有更多机会 可以跟更多人去讨论吧 尤其是基督徒的博主啊 或者什么等等的 可以呀 就是让我们有更多知识上面的掌进 让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就我们现在大家一同的看见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 而且我觉得从某个方面讲 我觉得合一最主要就是在真理上面合一 然后他今天DK真的 他的那个圣经知识真的是很强 因为毕竟也是他做过那么多戏 其实他今天回答我们很多问题 在他的节目里面大家都有讲到过 所以大家如果还没有订阅他频道的话 赶快去订阅 我觉得他每一期节目出的真的都很精彩很棒 我都还蛮喜欢 那也希望大家喜欢看我们今天的这一期节目 如果你还想要我们跟谁连线 你们可以在下面留言给我们留出来 让我们看看你们都想要让我们跟谁一起去讨论这些问题 好那非常感谢你的收看 我是Felisha 我是Ethan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拜拜